- 虎年旅遊提案 剛剛小芳姐說要帶我們去吃一個虎美食 感覺很特別 而且吃了會虎虎生風 到底是哪裡呢 它其實在台南中西區 大家都叫它掛包 事實上它叫虎咬豬 它掛包這樣打開 就像是虎的嘴巴 老虎的嘴巴對不對 像白老虎啦 然後裡面是不是包的三層肉 大家有吃過的話 那這個虎打開的嘴巴 裡面是三層的豬肉 所以虎咬豬 就是掛包 原來如此 但是你知道嗎 我帶大家去這個地方 它是有創意又有特色 那虎咬豬基本上 大家吃過的就是掛包 裡面是夾三層肉 然後你會賞些糖粉 花生粉 酸菜 料多 很多人很愛吃 像我不吃肥肉的 我也會去吃這個掛包 那基本上它還連發出很多很多 比方說 我真的不想吃肥肉 我想吃瘦肉的時候 它就叫虎減肥 虎減肥 肥肉少一點叫虎減肥 對 叫瘦肉 所以叫虎減肥 那你如果說我根本不想吃這些肥肉或瘦肉 你想吃所謂的豬的舌頭有沒有 它就叫虎減肥 虎減肥 還有創意喔 我根本不想吃豬肉的話 你想吃個雞肉 它也可以來個虎減肥 還有啊 你這樣就容易灌頭了解了 小孩子才選擇 我什麼都要吃的 我既要雞肉也要這個三層肉 然後這些素食的話 你可以來一個虎三合 虎三合 那你還有吃素的話也都想到了 對 就叫做虎出家 虎出家 就吃菜耶 沒有肉的 然後這樣的價錢 大概都在35元到50元 就銅板美食就對了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吃一個掛包 就會非常的飽 像我們一個人一定是夠 對 所以你想想看 你來到這邊中心去 你就可以吃到當地的那個美食 然後又符合我們今年的一個主題 虎咬豬 還有虎生鵬 然後呢 然後又有一些創意 真的是很有趣也很好吃 虎年吃特別應景啦 都已經來到了台南 美食把它收集起來之後 當然我們兩天夜行程 最後捨不得離開 我最後就要 我再問一下補問這個肉肉好了 既然我們都要臨走之前 再來一個很有過年味道的景點 加碼一下好不好 好 每年人家來台南都會問肉汝問我說 到底台南哪裡最有年味 我就推薦一定要來這個 台南普紀店的燈混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邁入第十週年了 特別的是它每一年都用每一年的生肖 當作一個主題 它很特別的是 它有1500多顆的那個什麼呢 彩繪的那個燈籠 而且它是從小朋友到熱領主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們也會彩繪 然後呢 它在經過比賽 然後去票選出來 選出那1500多顆 所以你到那邊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整條國華街 就台南最熱鬧的國華街 美食站區 你會發現整條上面 全部都是滿滿的燈籠 那普紀店其實它很特別的是 它是全台灣最早的一間王爺廟 最早的 對它已經有300多年歷史了 所以你走在這普紀店燈會的下面 你會發現很像穿越時空的感覺 然後來到那個廟墊前面 它廟墊就是廟的前面 整個都是燈籠 然後呢 前面今年應該還會有一隻虎的造型 然後非常非常特別 像之前豬年就有那個飛天豬 然後是整個是螢光色的 所以呢 你來到台南 你要感受年會 要感受虎年那個旺旺來的感受 一定要來這個普紀店燈籠 而且就在國華街上面 對就在國華街上面 所以你到了國華街啊 吃美食的同時 不要忘記抬頭看一下 滿滿的都是燈籠囉 普紀店台南人呢 肉肉最後推薦加碼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天一夜的行程 列出來給大家看啦 台南虎年走春兩天一夜的行程 第一天虎頭皮虎月吊橋 接著虎行山燈結 第二天呢也是虎山林場呢 還有呢蒙虎咖啡 什麼都跟虎有關了啦 第一個行程我覺得就已經有厲害了 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跟搭上我們的虎的主題 那接下來第二個要推薦的行程 來看到要帶各位去哪裡呢 第二個要推薦的行程 透過電視牆來看到呢 這一屆吉祥話是 扶虎賀歲去的是雲林的虎尾 雲林虎尾 艾瑞克你之前說你超愛這個地方 沒錯 超推薦啊 既然今天是虎年呢 就是要祝大家從虎頭到虎尾 一整年都可以虎虎生風 對沒錯 因為想到雲林我們就想到虎尾 其實虎尾這個地方以前古名呢 是叫做後尾 天後的後 後尾 只是因為後來改成虎尾 然後這是正式的說法 但是有一個很傳統的一個可愛的故事 就以前啊 有一隻老虎 就是住在嘉義那邊 在嘉義這個地方 然後請了這個鄭成功來趕老虎 所以打這隻大貓 所以叫做打貓 這個地方是哪裡 就是嘉義嘛 民雄叫做打貓 所以嘉義要打貓 對然後這老虎就往北跑 往北跑的時候 正成功去一刀 砍掉他的尾巴 這個尾巴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叫做虎尾 這很好記耶 對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很可愛的故事 那叫虎尾 那為什麼我要推薦大家來虎尾玩呢 其實虎尾這個地方啊 它真的是充滿了各種人情味 然後有一些景點 歷史景點 人文景點通通有 而且呢大家現在來到虎尾啊 你還可以來找一個就是老虎的蹤跡 因為我之前去過虎尾很多次 我發現他們很可愛 他們會在路邊 對 比如說牆面 是 電線桿 你都可以看到老虎的一個彩繪 真的不是只有一兩個地方而已 有 常常就會一個轉角 這個圓竿是一隻老虎的尾巴 因為就是取這個虎尾的諧音嘛 然後像我上次之前去追這個波波草的時候 意外發現旁邊有這種綠色的老虎 黃色的老虎 彩繪的房子 跟一個老虎尾巴很可愛 所以來到這邊虎年嘛 就去找找這個老虎的蹤跡 特別應景啊 對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虎尾 該從哪些地方開始玩起呢 其實虎尾它這個地方很多景點 那最重要而且最經典的地方 就是虎尾的鐵三角 鐵三角 對 它這三個呢 就是非常有歷史的日式建築 延續到現在 然後到現在還保存非常好 而且經過活化改造之後呢 現在年輕人也很喜歡去 包括第一個是這個合同廳社 它是一個以前的警察就叫消防局 也是當時日治時代最高的建築 那現在已經改建成書店跟咖啡廳了 那再來就是有它這個虎尾的郡義所 虎尾郡義所 它是現在的布袋戲館 那再來就是虎尾的官邸 虎尾郡的官邸 那現在是雲林的故事館 那這三棟建築呢 現在經過活化改造之後呢 其實裡面呢就是跟古蹟共存 然後年輕人啊 或是就是你喜歡歷史文化的朋友們 很適合去那邊走村 那當然接下來呢 在附近呢也有很多的美食啊 景點啊都可以好好去逛逛 剛剛那鐵三角都是用走的就可以走到了嗎 對 它就在附近而已 所以很方便 就是在虎尾的最熱鬧的地方 我光想像我就可以想到了 因為今年畢竟於虎年啊 虎尾肯定今年人很多 對 它建築超適合去虎尾 那我們再來問問那個圖結 除了就是剛剛艾瑞克講的這些地方 還有沒有其他是可以 我們可以尋一下老虎的地方 是的 接下來來到虎尾 所有的景點裡面都一定有虎這個字 所以我要帶大家去五個地方 五虎靈魂 哦 有五隻虎 沒錯 五隻虎 那可以看到我的路線啊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可以先從 虎尾的糖廠這邊開始去做延伸 因為以前在這個區域 他們就是所謂的百年糖廠 所以在日治時期 這邊所有的鐵路火車 還有他們的公車站 其實都是為了要服務糖廠這邊 在運送他們的甘蔗 所以第一個帶大家去的地方就是虎尾鐵橋 就是以前他們這邊限定古蹟 就是在運送他們的甘蔗過來的 而且我覺得它跟大家一般平常看到的橋 不太一樣的是 它中間的地方還保留原本鐵橋的那個鐵櫃的樣子 旁邊兩旁他們還有再去做自行車道 所以可以感受一下這個旁邊的水景的景色 為什麼說美 就是因為它很有歐洲那種鐵橋的感覺對不對 對 很有出國的感覺 很有那種鐵橋感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走到外面去兩分鐘之內就可以走到這個虎尾翼 其實是他們以前的火車站 那這個火車站其實是在1920年的時候 才正式改名為虎尾翼的 在這之前其實它是一個小客運站跟小火車站 還沒有到載人這樣子 那現在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他們現在的遊客中心了 所以你對於虎尾這一塊地區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走進去詢問 那其實剛剛艾瑞克就有提到了吧 這邊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的文創改變 可是又可以保留當時日治時期的原味 剛剛提到的這個故事館的對面 其實就有保留著以前的一個事務所的一個古蹟 那這個事務所以前是在做不動成登記的 對 但現在搖身一變 大家可以去那邊吃日式爆冰囉 這裡可以吃冰啊 對 可以吃日式爆冰 而且他們裡面所有的小點 也都是很有日式風味 所以我會說這幾個區域裡面 你可以看到以前虎尾時期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他們所做的那一些開發 最後一個地方就是這裡最熱門的也就是洛宇松秘境 雖然說它是一個秘境 那我要先講一下它其實是一個私人庭院 喔 私人的 它是一個私人 可是大家都把它當作公開的去 因為老闆超大方 就它是它自己家 它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家就是庭院這麼美 就讓大家進來拍 所以不用收費是不是 他們沒有收費 而且它還幫大家做了一個小的停車場 怎麼那麼好啊 好極方便 而且我覺得它跟其他的洛宇松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一個小水池 旁邊還有做小山丘 很像是在高爾夫球場面那種丘 它的草皮是有做過的 然後裡面還放了一些很大顆的石頭 所以現在這個季節去 剛好可以拍出最美的照片 那它春節的時候就可以穿著紅紅的衣服 到那邊拍一張美麗的照片留影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五虎的行船帶著大家一起去 哎呦真的是耶一路虎下來了 可是我們剛剛發覺這虎下來都是景點 吃的東西比較少 那我就問一下肉肉 那到了虎尾這裡有沒有特別要吃什麼呢 好我要帶大家去吃隱藏版的散步美食 而且要吃還要碰運氣的 要吃還要碰運氣 運氣不好沒得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最後壓軸推薦要去哪裡休息一下